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其实对于一个男生来说 25岁是一个很微妙的年龄 你生理上的那个开关 基本上就被关掉了 对吧 不会再长了嘛 对吧 我现在妹妹洗完澡 都会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 OK 我的身高呢 就定格在了1米68 这其实是一个痛点 我现在去坐地铁的时候 和很多女生一样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 属于我自己的杆子 我心里才会有安全感 我要么扶着它 我要么靠着它 我要么抓着那个吊环 因为我一般抓不到 上面那个杆子 我只能抓到那个吊环 而且吊环一般都会有个广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巧妙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我跟庞博两个人去公司改稿 早高峰非常的急 我们被人流涌到了车厢里面 谁都没有抓到杆子 我心里非常的紧张 果不其然 车一开我就往后倒了一下 然后庞博就扶了我一把 然后他对我说 你可以抓着我的包 当时我觉得我好娘 但是我想 他也没有抓着杆子 他是怎么站住的 我就抬头看他 哇 庞博用手 顶着那个车厢的天花板 像钢铁侠样 他好闷啊 25岁这一年也迎来了 自己人生上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也交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也发现 其实爱情好像也不全都是美好的滋味 对吧 我们也在一个磨合的时期 我的女朋友呢 她分不清东南西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分不太清 对吧 对吧 年轻人不太会用这种 old school的变味方法 对吧 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 找自己的参照物 对吧 我的女朋友 就是 三个参照物 全家 星巴克 地铁站 每次的 你会问他 你站在 我在全家这 旁边有个星巴克 后面就是地铁站 在上海 这三句话 你说得像没说一样 你站在任何一个地铁站 放盐望去 四个星巴克 我女朋友出门以后 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只看导航 她只看导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 一个女生看导航 我女朋友点开那个手机软件的时候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她会先跟着那个光标 转上那么一圈 要不住啊 要不住上吧 像一只净化的数码宝贝一样 她得先跟那个光标呼应上 然后她就把自己托付给那个光标了 她会把手机卡在自己的胸口 鼻尖锁止的方向 就是目前光标行进的方向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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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都用过导航软件 对吧 你刚点开它的时候 它的GPS信号不是特别的强 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 我女朋友大概走出去十米 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 她会有一个 非常迅猛的转身 那个转身你没有玩过那个神庙逃亡 就是那种不做任何准备 没有任何思考 那个转身快了 姚明的防不住 这个梗确实有点直男 您卡卡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要去个什么地方 她说她来导航 我就跟她来导航走 到了一堵墙的面前 她停了下来 是那种很淡定的停下来 没有很慌张 没有啊这是哪里 没有很淡定 感觉她在等这堵墙 感觉她在和这堵墙排队 我在边上 我很着急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这是一堵墙 我知道 但是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宝贝 你知不知道墙是什么意思 墙的意思 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 秦始皇当年 为什么要造长城 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 来到这种长城下的时候 走吧 长城 这怎么的 幻众是我女朋友 她可能会改写历史 对吧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幻众 哇 压力气 他要是直接赐本了 那是女生 25岁了 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今年也办了自己全国的巡演 去到了很多的城市 我发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违禁品宣传片 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你不要往地铁上带 我觉得大家大概的意识里 是知道我什么东西 不要带到地铁上的 但是这种宣传片 它往往拍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会有一个大哥 他拿着一箱子 所有不能带的违禁品 放到那个安检仪上 然后那个安检人员 小姐姐会跑出来 这个 然后那个大哥 你们去想 那个箱子里装了汽油 硫酸 烟花 这么大一个煤气罐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他的爱好是去搜集 所有的地铁违禁品 装在一个箱子里 也不盖个盖子 像一盘菜一样 端到那个安检仪上说 我今天就要富贵险中球 好 好 比了 进击了 合适了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回家了 不比了 那箱子里还有一把弩 一把弩 谁要带一把弩 上地铁一把弩 Cosplay绝地求生吗 一把弩 而且你都带了一把弩了 就未必要过安检了吧 会不会太讲道理了 这个杀手确实不太冷啊 你们大概都能想象到 他收到那条任务短信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什么 今天晚上八点半 人民广场 国际金融中心 把张氏集团的大公子做掉 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 人民广场 那还是地铁方便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说实话 我前24年都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心里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 见到亲戚朋友都是 豆豆挺帅的 挺帅的嘛 小伙子挺帅的 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我就发现帅 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爱豆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 余小彤 周俊伟 哇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吸引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 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忌妒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自愚啊 我跟这帮朋友 待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年就是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 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 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 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 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来了 注意安全活动开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 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那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俩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 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响 我感觉身后 窜过去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 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 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 这样一个声音 啊 我那天像只会跑得尖叫鸡一样 啊 比完赛 主办法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一燕 你们有跟彭一燕坐过飞机吗 朋友们 你们知道跟彭一燕坐飞机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他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一燕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 整一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一燕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了这个事什么呀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兄弟 要不来两连 也挺奇怪的 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的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音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她可以上网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 那我要怎么上呢 空姐说 哦 先生 你扫前面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 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可以 我起飞前没有扫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艳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但是我忍住了 朋友们 我觉得明星跟超新星之间 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 不过在我跟空姐产生这一段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彭先生 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 应该很久没有经历 咱们正常会经历的小困难 小挫折 小尴尬了 对不对 那么今天彭先生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 他抢不到观演资格 他勇往他也抢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 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 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 整个人特别开心 手务足道的 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你感觉她也不想赢 她只想出布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 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就跟我解释 她说做美甲对于女生来说 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 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 对吧 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 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慢慢地变好看 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上 哦 你的手真好看 对吧 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 我们只在乎结果 你给我结果就行了 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 只针对男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 商圈一层的十元快剪 十元速剪 十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剪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一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了 我一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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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 还在高中的时候 像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干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 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他说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 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 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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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自己就错过了 一通震动的微阶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地快 非常地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 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 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 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 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不会美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 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 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地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 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了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 没假店做没假 她还没有开始 这个好玩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 她也很诧异 很快吗 什么感觉 我说便宜 但没有尊严 所以我现在 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 那我剪个头发 七八十块钱 上百块钱理发店 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 我觉得 哦 我也太开心了 这帮朋友也太nice了 对吧 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 先生 一位是吗 一位是吗 好的 娜娜一位冲水 娜娜就在那 我都看见娜娜了 但有这个东西 但有这个东西显得特别专业 我觉得全中国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 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理发店里面 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 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 注意脚下的台阶 我坐到座位上 娜娜给我一个iPad 里面有个发型裤 几千种发型 任你挑选 光寸头的寸法都一百多种 选定之后 托尼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 先生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OK 然后他会用梳子梳我的发露 朋友们 他超温柔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他简易到他梳十次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 再把我的头摆正 看一看镜子里 没有任何女生 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 对吧 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 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 你在一个理发店里 待待两三个小时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 稍微低了那么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 整个人自信很多 对吧 我再见到我女朋友 她说你什么感觉 我说贵 但贵贵的道理 谢谢大家 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 朋友们 她特别像那种夜场 加嘉宾是吧 今天来聊一聊 我的情感生活 其实呢 我觉得谈恋爱 就是一个互相探索的过程 只是每个人探索的方式 不太一样 我女朋友呢 就特别喜欢 让我做微信里的那些 性格测试题 她天天都测我 我感觉她想把我查清楚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 因为我觉得 人很难通过测试题 来真正地了解一个人 有一天早上我刚醒来 她给我推送了三个链接 我真的感觉 自己在跟一个公众号谈恋爱 第一个是测 我是16种人格当中的哪一种 比较正常 大家都做过 第二个是测 我在河泄露之后 会变成什么动物 第三个是测 我在火星上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且不说有多荒谬 但我都做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 一只性格善良单纯的比特犬 在火星上 一个月能挣5000万 为啥 比特犬挣的是比特币吗 越往后给我发的链接就越奇怪 有一次她给我发了个链接 具恐怖 点进去只有四张图 要求也特别简单 让我凭我的直觉 任意选择一张 她得也知道 男生没什么直觉 我们只有后知后觉 我们的任意就是随意 我真的就随便选 就在我选定的那一刻 我的女朋友 给我发了一篇论文 带参考文献的那种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只是随便选了一张图 就有一篇论文 来解构我前25年的人生 你们知道那篇论文有多长吗 就是我看完那篇论文 我再点到那个链接里面 那个链接 已经失效了 已经被人举报了 我很费解 因为我觉得发链接的女生 应该是不会举报 这样的链接的 那么会是谁呢 一定是千千万万 像我一样 善良单纯的比特犬 测完之后 反手就是一波举报 我让你测试我 我叫你知人知面 不知心 而且你们知道 像我们这样的直男 永远不会相信测试的结果 永远不会 因为我们总会想要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对方 因为我第一次走完 我是一只月星三千八的鸡 这也太不帅了 鸡就算了 月星三千八 你在开什么玩笑 个税都不用交 我就又做了十几遍 我发现比特犬挺帅的 月星五千万 那就五千万 对吧 人总是这样 你总是会在恋爱的初期 想要去传递自己 最好的一面 但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根本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 男生的世界非常单纯 没有任何的测试 你们知道一个男生 在独居的时候 或者是群居的时候 我们过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吗 我们过的是那种 不做任何准备 不制定任何生活计划 没有任何缓冲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过男生宿舍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 你可以做个实验 你可以敲敲男生宿舍的门 然后问 走不走 所有人套个外套 他就跟你走了 他也不知道出去要干嘛 也有不套外套 就跟你走了 传个人字拖 在那打一句 走 所以有些时候 你在路上 你看见一群男的 乌泱泱的向你走过来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害怕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自己要去哪 很有可能 但是只有其中一个大哥 想去对面的便利店 买包烟什么的 因为只有他目光坚定 目标明确 他身边的那一圈朋友 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一样 但没办法 一句走不走 就能喘这么多人 男生是可以完成 两句话以内的约定的 走不走 走 来不来 来 赌不赌 赌 男生特别喜欢 打那种 没有任何意义的小赌 我们有些时候 打赌连赌注都没有的 你要是能摸到那片树叶 算你厉害 你在开什么玩笑 回来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算你厉害是个啥 算你厉害是男生世界里的最高荣誉 我真的觉得中国队在中场 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的 只需要主角恋打一些机械 哎 下半场 谁要是能搞个球进去 算你厉害 再上场就不是11个球员了 11头野兽 真的 没有一个男的能够抗拒 这四个字的那种挑衅 你知道吧 我来跟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男生不想思考 我们脑子里不放东西的 但如果你给我一个选项 我立马乐意参与其中 所以你跟男生待久了 你会发现 他上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 你跟他走在一条路上 他看见一个公共厕所 他就进去了 他可能有没有那么需要 但他会觉得 来都来了 Why not Why not 我觉得Why not 这个词组一定是男生发明的 巨直男 你们不觉得吗 就是一种OK将就 我都可以 但是我身边的女生朋友 比男生要细心很多 他们会说Why Why Why you do that Why 你们有没有觉得 男女生可以用这两个词组 吵架吵一个下午 Why Why n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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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m going to break up with you Why Why not 谢谢 大家谢谢